兄道友,弟道公,兄弟目,孝在中,财勿卿,愿何生,言于忍,奋自民 弟子规开篇就告诉我们,守孝季,赐紧信 可见古人把季和季一并列为传统美德之首 那么季是指什么? 讲求季道为什么如此重要? 孝和季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教授前文中 解读弟子规第六集 初则季 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读弟子规在开篇总序部分就告诉我们,守孝季,赐紧信 就是说,一个人必须首先学会遵守孝道和季道 毫无疑问,孝在中国传统美德中居守卫 可是T为什么也如此重要呢? 孝和T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T道曾经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 关于如何履行T道 弟子规又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教授前文中 解读弟子规第六集 初则季 之一 今天要讲的是弟子规的第三部分 叫初则季 什么叫初则季 初就是指离开自己的 小而言之房间 中而言之离开自己的家庭 大而言之离开自己的家族 换句话说 要和别的人去交往 要进行某种社会交往 那么这叫初 T当然我们知道 原来的本意是指兄弟有爱 在第三部分开始 弟子规就是这么几句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作为兄长 对弟弟要有爱 而作为弟弟 对兄长要恭敬 而兄弟和睦 孝 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中国 家族意识非常强 往往一个家族兄弟举足同居 不风吹的 换句话说 共用一个厨房 而且这个兄弟不是说一模所生的兄弟 有的时候是同高祖 同真祖 同祖 我们今天叫苏白兄弟 整个家族是住在一起的 如果整个家族维持一个大食堂 没有像每家每户有个小食堂 每家每户开点小灶 这是美德 如果你要风吹 这个一般人家都认为 你们家庭不和睦了 美人打小九九了 如果你要分家 那是天大的事情 周围的人就会 看着你这个家族有点怪 所以在中国古代是聚住而居的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一个家族几百口人住在一起 请问这样大规模的一种家族形态 这个家族怎么管理 我们现在都在讲了企业管理 社会管理 大学里边有MBA办 EMBA办 还有PMBA办 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头看看 中国传统当中 怎么管理庞大的家族 这里边有重大的智慧 讲求剃道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 维系无数庞大家族 和顺友爱的重大智慧 而被中国百境传送千百年的 恐龙让离 赵孝征词的故事 也正是兄弟友爱 履行剃道的重要典范 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家族里 剃道究竟是如何得以体现的 又能够产生 怎样巨大的作用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叫城方白犬 有个叫城方的人 他家里有一百条狗 大家一听这不是很奇怪 你在讲出则剃 讲人与人之间的剃道 怎么还带上狗了 这故事妙就妙在这里 城方是宋朝人 这在宋朝的中国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大家族 大家知道这个大家族有几代人吗 十三代人 居住在一起 这可能是古代中国一个很高的记录 他们的祖先是陈崇 非常有名的人 德高望重 为家族制定了严格的家规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孝 季 就是要求这个家族子孙都得履行孝季 希望子子孙孙 雀手不移 代代相传 这样他认为 我这个城市家族就能够绵延不绝 果然做到了 城市家族知凡夜貌 每代都出闲人 都出非常好的人才 全家族上下一片吉祥 安宁和顺 那么俗话说锅碗瓢盆 都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 人一多 口舌一多 是非就多 这个庞大的家族十三代人 七百口人 从来不吵架 非常和睦 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大家 城方这个大家族里边 他有一个厅 在他这个村落的中间 七百多口人同时吃饭规定 早饭晚饭午饭都是整个家族一起吃的 到吃饭的时候 大家就换上了比较得体的衣服 干干净净 扶老邪幼来到这个厅堂 彼此见了面 当然就每天都见面 一天见三次 分外亲切 相互问长问短 问寒问暖 按照年龄 按照尊卑备份 四地而坐 大人尽量按照备份 和大人坐在一块 小孩按照备份 和小孩坐在一块 只要全家人有一位在家 但是没有到场 城家有个竹龟 等 等 谁都不吃饭 七百个人 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 家族凝聚力 同时城家的人没有不守时 他都倒回来 为什么 我一个人来 哇 那么多长辈都不吃饭等着我 所以这是一个家规 吃饭的时候 奉行一个规则 什么规则 食不语 说鸦雀无声 吃好饭以后 大家在相互聊聊天 一下又喧闹起来 有好多事情及时的沟通 就免除了家族里边的误会 非常有碍 好 跟狗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狗有关系 妙就妙在 这个七百多人的大家族 大家想想吧 养了一百多条狗 我们都说狗学主人养 对吧 咱们有句话 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狗 大家到马路上去看 我已经发现了 很多老人家养的狗 也比较慈祥 好像跟着老人家 很多非常漂亮的小姐养的狗 基本上烫着头发 身上喷着香水 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吧 有些撞小伙养的狗就跟狼一样 陈家有一百多条狗 这一百多条狗非常有意思 性格非常温顺 不搭教的这个狗 跟路上的野狗完全不一样 更妙的是 根据史料的记载 这一百多条狗也是一块吃饭 他看主人都这样 都在一个公共食堂吃饭 陈家的食堂外边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巢 叫喂马的那马士巢 一百多条狗都在那吃饭 每到吃饭的时候 慢慢的这些狗啊 居然也拖家带口的来了 就狗爷爷带着狗爸爸 狗爸爸带着狗孙子排着队来的 到这儿找到自己这一段潮 来在那吃东西 吃完东西以后非常有规矩 备份高的狗先走 备份小的狗就在那玩 而且在那热闹 而每次吃饭 开始前有几条很威严的老狗 蹲在草口 清点狗树 他们家的狗很有意思 而有一次的史料记载 出现了很感人的一幕 这就是城防白犬故事最精彩的地方 几条老狗长辈了 狗长辈了 看看怎么一条狗没来啊 却一条狗啊 所有的狗就趴在潮边 谁都不吃饭 等着这条狗 原来有一条狗什么的 在家里洗澡 洗完澡以后啊 不是耽误时间了吗 赶紧跑过来 而这条狗旁边很多人看到 居然还非常抱歉的跟大家摇尾巴 来晚了 还低头跟别的狗打招呼 这个家族居然以家族的友爱 影响到了家族所豢养的狗 这就叫城防白犬 在宋朝的时候 这个家族每遇传遍全国 城防白犬就成为中国传统家族有爱 履行孝道 可是在现代社会 像中国古代那么庞大的家族已经很少了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是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 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屁道这种传统美德 还保存着一些大家族聚聚的情况 当然这个也已经不太多了 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居多 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以后 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越来越多 剃道也就越来越难以被今天的孩子们所理解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这绝对不等于说剃道在现代社会当中没有意义 就彻底失去了价值 不是这样的 同样请大家不要忘记的 也是我们古人的一句话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什么意思 不就是剃道 剃道也正是我们讲的犯爱重的基础 犯爱重是什么 博爱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博爱完全是西方的东西 不是这样的 最早有这样一个概念出现 也是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 只不过叫犯爱重 如此而已 犯爱重 剃道 说到底就是一种博爱 一种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一种和平喜乐的地球人情节 把这样的这种精神融合起来 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不和谐 完全不可能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特别强道 我们也许认为剃道就是指兄弟有爱 就是兄弟之间才讲剃道 这个观点也是不妥当的 实际上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周里之间也是要讲剃道的 只不过以兄弟之间先举一举概括一下 实际上都要讲 兄弟之间讲剃道的故事太多了 不必讲了 我来讲一个姐弟之间的故事 姐姐和弟弟之间的故事 我们知道在唐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叫李济 他本名叫徐毛姑 在唐朝乃至中国的历史上 这位李济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出将入相 位置三公 享尽人间荣华 而且经历了唐高宗 唐太宗 唐高宗三朝元老 深得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被朝廷移为长城 后人 我们中国后来的历史学家 我们学者一直在研究 李济这个人为什么会那么成功 他这一辈子的人生之路为什么走得那么好 我们就总结出来 除了大家知道的军事才能 政治才能 这个都不必说 有几点更重要的 第一 于有义 跟朋友之间 兄弟之间 非常讲剃道 他在瓦钢寨的时候 曾经跟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结拜为兄弟 谁 善雄信 这个大家都知道 隋唐演绎的多少条好汉旨意 武德四年 洛阳被公平了 洛阳被唐朝打下来了 而 当然 这位善雄信就被抓住了 那么这个时候李济啊 就去跟唐朝的皇帝讲 善雄信是好人 非常的羞勇 我 愿意 拿我的官职 来赎他的命 但是呢 李世民没有同意 李济说 那好 我不跟你说了 流着泪告退 这个时候善雄信 还责怪李济 我早就知道你不办事 你就嘴上说说 什么兄弟一切 你根本就没有拼命救我 还错怪了李济 李济怎么回答的 大家知道吗 武不惜于生 于凶俱死 但 既以此生许国是无两谁 且无死之后 谁夫是兄之妻子乎 我不心于生的 我愿意跟兄弟你一起死 但是两方面我没有办法死 一方面 我生以许国 我已经答应李世民 要跟他来打天下的 我不能死 第二 如果我死了 兄弟 你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 我们今天一听 嘴皮子功夫 说说而已 李济拿出刀 割了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 交给善雄信 使此肉随胸为谱 树己不服西施 这块肉 陪着你兄弟埋到土里 因为赛书军要被杀了吗 这样 我就不辜负当年我的势力 这是李济 李济这个人 他最为中国老百姓所知的一件事情 是他如何对他的姐姐 到了李济的晚年 已经贵为仆业 宰相了 他姐姐生病了 李济以宰相之尊 亲自为他的姐姐熬粥 当他的老姐姐看到自己贵为宰相的弟弟 每天为他煮粥的时候 而且有的时候烧粥 他胡子长了 还把胡子给烧 所以姐姐就跟他说 仆妾性多 何自苦如是 说家里有的是仆人吗 有的是男仆女佣吗 你何必要这样累着自己 苦着自己呢 弟弟 李济回答 非为无人使令年 故节劳 记亦劳 虽欲酒未解煮粥 岂可得乎 他不是因为家里没有人 而是说 姐姐啊 你老了 弟弟 我也老了 就算我想经常为姐姐煮碗粥 还能煮多少次呢 这件事情要说小事啊 但是 知智通鉴里边 远远奔奔把它记录下来 知智通鉴 西末如今啊 中国的正史用一个字 都要颠颠凤凉的 远远奔奔把这个故事记载在知智通鉴里 为什么 在中国古代 这种剃道是个人品德啊 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跟你的军功 跟你的分工伟纪是相提并论的 我们把人伦道德看得很重啊 所以知智通鉴里边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兄道友 地道工 兄弟目孝在中 至于兄弟目孝在中 那就不必讲了 现在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 就在当代社会 不说古代啊 很多老人家有退休金 又不必子孙养的 有医疗保险 本来完全可以安度晚年啊 为什么好多老人家 有的时候晚年的情况不太好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子女不和 兄弟不有爱 兄弟之间不讲剃道 家庭里边闹 老人家觉得心不安啊 看着自己的子孙后辈不放心啊 所以地之鬼讲 兄弟目孝在中 你兄弟和睦了 就是孝了 换句话说 孝和剃 它是一回事 不是两回事 对长辈 笑 对平辈和友人要剃 剃道实际上就是孝道的延续 因此古人往往把孝剃并不安 作为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 并视之为做人的根本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是真正做到了剃呢 接下来 地之鬼会告诉我们哪些旅行剃道的具体要求呢 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 如果兄弟朋友之间不有爱 如果兄弟朋友之间发生矛盾 有争端 有争端往往是两个方面 一个钱财 一个言语 这两个是惹事的 为了一些钱财 为了一两句话 往往会导致不和 所以弟子规说得非常明白 财务轻 愿和生 言语人 愤自明 如果大家都把财物看得轻一点 哪里还会有怨恨呢 如果大家在言语上相互忍让一点 心里的不满也就自然而然会消除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叫熙熙攘攘皆为力王 这样的话肯定是很绝对的 但是在经济日益成为大家重要关注点的今天 由于财务方面的问题 引起兄弟不和的例子 恐怕实在是太多了 而在中国传统是非常注意在兄弟之间的财务分配的 非常关注 在中国传统当中认为兄弟之间谦让是应该的 但是你如何谦让的更妙 这是有讲究的 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徐武 父亲找王 剩下两个弟弟 兄弟杀 徐武是哥哥 他对弟弟特别好 平时种地的时候 哥哥种 两个弟弟他不舍得让他们干农货 因为岁数还小 就让他们在旁边看着 为什么看着呢 多少学一点种地的本事 而晚上 大家想想 这个哥哥徐武 种了一天的底 已经累的是不行了 但是晚上 他亲自教两个弟弟读书 如果弟弟调皮不听话 这个徐武也不舍得去责备弟弟 绝对不责打弟弟 他就自己跑到父亲的坟前 常跪不起 嚎啕大祸 以此来感动两个年幼的弟弟 后来大家看到 哎呀 这个徐武很好 道德高尚 还有学问 好 我们知道汉朝的时候叫举孝连 汉朝还没有科举之多 是靠大家 群众推荐 邻里都说 这徐武好 好人 国家要用 所以就举了笑脸 这个时候 徐武干了什么 谁都想不到 徐武就把财产分成三份 把爸爸留给他的财产分成三份 自个儿拿了最好的一份 把最差的破房子 兽牛 烂离 最差的东西分给了两个弟弟 大家听到这里说 你是不是讲错了 这哪里是剃道 这简直是偷道 好 老百姓也是这么看的 说你是伪君子 好 原来你就是为了当官 为了这个骗取声誉 你做给我们看的了 一旦你举了笑脸 有了当官的机会了 原形毕露啊你 徐武就一直被别人这么骂 这么骂 但是 不知不觉之间 两个弟弟的声望起来了 大家突然发现 许家三兄弟 这两个弟弟拿的最烂的东西 也没跟哥哥闹翻 还是很感激哥哥在他们小的时候种地养活他们 很感激哥哥每天晚上不吃劳累教他们读书 慢慢的两个弟弟的声望越来越高 大家觉得徐武我可是看错了 他样子好的是两个弟弟啊 于是 大家一直退举 两个弟弟又举着笑脸了 正为这是好人 到了这一天 发生了什么呢 徐武跑到父亲的坟前 嚎啕大火 哭完回来 把家族所有的亲戚 包括邻里百姓 召集到一起 把自己的 原来有的这份最好的财产 一分为二 分给两个弟弟 自己什么都不要 当时大家认为 这是真正的剃道 因为他根本不是要财产 而是在汉朝的社会氛围底下 弟弟还小啊 你给他财产没用啊 但是你要给他一个良好的生命 能够让他尽快的 有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能够举笑脸 这是在中国古代 关于剃道故事里边 最奇怪的一个 讲求剃道千让二字最为关键 兄弟之间一旦能够做到相互礼让 财务清也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了 那么在处理财务的问题上 兄弟间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在中国传统当中是强调兄弟共财 兄弟之间要共同享有财物 不得计较 不要说你多吃了我多赞了不要计较 元朝的时候有个人叫张润 这个张家八代人不风吹 就是说八代人都在一块吃饭 没有说各自做各自的饭 从来没有的大家一块吃 整个大家族一百多口人 但是没有什么闲话 这个家里怎么干的大家知道吗 白天男性该种地的种地 女性就在家里一块做女工做女红 做好以后怎么办呢 男人出去打的猎 砍的柴 家里的女卷做的这种刺绣 做的这种鞋袜 全部统一放到一个仓库里 每个小家庭没有一点点私自收藏的东西 这个大家族到后面到了什么地步 大家知道吗 如果有个小孩哭了 饿了 马上就会有一个家族的妇女在普鲁齐的把这孩子抱过来喂奶 慢慢的 这个家里的小孩子就分不清妈是谁 为什么呢 只要一哭就有一个妈妈抱过去喂奶了 又一哭又一个妈妈抱过去 小孩子不知道谁是妈 小时候 大了以后才知道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兄弟走里姑嫂之间的感情 还有一点 兄弟之间共有财物 分配的时候要公正 特别是家庭的主长 或者说我们说主事的 当家的人要心理公平 绝对不能偏思 明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叫郑莲 他家里也是七代同住 他家里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匾 叫天下第一家 五个字 这五个字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被称作天下第一家 这个郑莲是一个当官的 明太祖 朱元璋 听说有这么一个家庭 七代同堂 一千多口人 从来不吵架 大家开心得不得了 这个朱元璋有点想不通 就把郑莲招来 说你家里究竟有多少人 祈禀皇上一千多口 皇帝就问 一千多口你有什么自家的法则 可以保证大家和睦相处 有啊 郑莲回答了 哎 皇上也没有什么 就是不听闲话 不传闲话 言语就忍 不听这个 皇帝说 哦 很高兴 很好 来 领赏 那朱元璋要赏东西给郑莲 赏什么 大家知道吗 这朱元璋够小气的 赏了俩梨 救给俩梨 那么郑莲这家里一千多口人弄俩梨 也没办法 但谁也不敢说皇帝赏的少 这不行 千恩万谢 谢恩 谢恩 揣着俩梨就回去 两只梨虽然少 但是却是皇帝的赏赐 理应让全家每个人都享受到 但郑莲怎样才能把这两只梨 分给全家一千多口人 郑莲回到家里 举了两只梨 得 叫皇帝赏了我俩梨 就两个 大家看清楚了 搬上一口大水缸 叫人打上了一缸水 把梨捣碎了 泡在缸里 一千多口人 每人喝一碗梨汤 那不是梨汤 这里面有没有梨味 这是谁都不知道的 每人喝一碗 那么喝的人当然也很惨 就喝了一碗水 还得磕头谢恩 一千多口人得敢多好 磕半天 但是 大家知道 朱元璋看到了这一幕 他派的校尉看到了这一幕 回去禀告 说佩服佩服 这个家长绝对没有事情 所以朱元璋一高兴 就封这一家为天下第一家 这在中国传统当中都是确实存在的 大家别以为是笑话 在这个故事里边 除了封梨封得很均匀 也不可能不均匀了 当然他也没有说剩下的梨渣到底谁吃的 这不知道 这没人管 那么这里边也提到了什么 不传闲话 在兄弟之间别传闲话 别传二姑娘怎么说 三弟弟怎么说 不传的 这就是什么 言与忍奋自明 言与忍奋自明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忍 忍字是什么 心上一把刀 很难 我个人好多时候忍不了的 我这平气比较糟 但是忍这个功夫是中国传统很强调的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也很有名 叫张公义 他家也比较狠 就待人同居 也是很和睦 也从来不吵架 唐高宗 这想不明白 把张公义给叫来 说你家九代人都说你们家很和睦 你有什么秘诀 这张公义可真觉 一般皇帝问你 那你肯定就回答 我们家努力做到以下三条 第一 第二第三 张公义没有 一句话不说 请皇上赐笔墨和纸给我 皇帝看你还挺绝 还准备写报告 我也去问问你 没打算让你写报告 笔墨拿来 这位张先生非常懂 低着头在那去 就不太懂 皇帝看你什么意思 写半天 你有那么长的经验要交给我 乘上来 张公乘上去一看 满指一个字 忍 就这一个字 所以我们知道忍这个功夫实际上很难做 但是对家族来讲 尤其对兄弟 对咱们这种血亲或者邻里或者社会上结识的这种同事朋友之间 忍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忍基本上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忍是一个修身的功夫 你就是要修身 修得住 修道友 弟道工 兄弟怒 孝在中 财勿经 愿何生 言于忍 奋自民 粗则涕这个部分 当然讲的是粗 就是离开自己的小家庭 离开自己的家族 离开自己从小生活和熟悉的环境 那么出去以后 还有哪些礼节你要注意的 有哪些规矩你要确守的 请大家听下一讲 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启蒙读物 弟子规要求孩子和长位在一起的时候 要遵守哪些规范 注意哪些礼节 随着时代的变迁 弟子规中的一些具体要求 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再适用 那么 现在的孩子和尊长交往的时候 又应该遵守哪些礼节呢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教授前文中 解读弟子规 第七集 初则涕之二 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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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集